OneNote裡面在群組裡面其實有更多工具可以用 就是有一些小工具還不錯 像這裡有隨機抽人 倒數計時 像這個教師工具就是那時候我幫你建議請他加進來的 我們剛好已經玩過隨機抽人了對不對 倒數計時也玩過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也有基點的功能 你看有沒有獎勵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 回到剛剛我們的這裡 老師都不知道在這個裡面你看 如果剛剛老師回答得不錯的話 馬上就勾 勾這個不行對不對 很多老師都不認真 你可以把同學回答得不錯的勾起來給獎勵 有沒有做得很不錯喔 阿太混了 你就可以現在勾一下 有沒有這邊就有看到那些人勾起來 那他們怎麼知道在這裡 我應該給自己先勾一下 請多加油嘛 來您看一下我們這裡 好我進到我們剛剛自己的這邊 您看一下右手邊 您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 看到了齁 點下去 有沒有 是哪個任務的問題 然後 給的副分 這樣了解齁 那老師那邊有完全完整的統計 完整的統計 所以這樣也可以是不是增加一些互動 所以在我會比較喜歡用群組的原因就是 我每次的延期 或是我真正在上課 我就把同學帶到這裡面來 他們也可以體驗到不一樣的翻轉學習的方法 而且常常有同學問我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不是王正宗老師的那個嗎 阿南陀那個啊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嗎 對不對 同學最常問我一件事情是什麼 老師課程結束之後這些資料會不會在 他們不會問老師會不會回來 他只問資料會不會回來 繼續留著 那這個資料我就會繼續留在上面 所以他們即使是離開學校了 他帳號留著他就繼續用了 一般我們學校系統 一定是同學畢業就關掉了 這很正常的 對不對 所以 這是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OneNote在我們這邊啊 其實能夠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當然您常用那些檔案啊 或是一些推薦的課程 還是相關連結您都可以放在裡面 這樣同學在看就比較容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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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